你不想要表達的 你不想要表達的 來吧 其實有很多個字 蹦到腦海裡面來 但是 我覺得榮這個字 它最能夠 我和我當下想要表達的 想要傳遞的 榮其實我想表達的是 接納 接納自己 接納這個世界 接納自己的不完美 接納世界的多元 同樣的一個人 在不同的人心中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形象 你會發現其實 很多東西並不是非黑即白的 很多東西有非常多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人 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處理的方式 對納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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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往你能夠 真正呈現在他人面前的樣子 只有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五十 因為很多時候環境也好 你的狀態 它都會決定 你所能呈現出來的比例是多少 包括創作也是這樣 其實創作 除了我而言 現在很多的時候 我會讓它慢慢地去發芽 常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们说 不要贪恋过去 也不要忧患未来 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活在当下 当下也是我们唯一能够抓住的 我现在不回头看 我也不给过去打算 我觉得自己变化的速度 其实是可能会比身边人想象中的要快一些 包括我自己也在不断地了解自己的过程中 这是一个不断地与自己握手 与自己和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好像突然间你在一个人 他的真上你能够感受到你自己 当你在看他的时候 可能你会看到你自己 就像是你的一面镜子 你所讨厌这个人的 你所喜欢这个人的 他可能都会折射出你自己的样子 其实很多时候你的经历都是来源于宇宙自然给你的反馈 都是一种馈赠 当你感受到这种馈赠 这种力量的时候 你可能在一秒钟之内 你就可以归于平静 我想这是精神的力量 这是内心的力量 而且这种力量它一定是会传递出去 它会影响到你身边的人 我也特别希望传递给他人 去发掘善 去发现爱 感谢观看